我平时用耳机不多 以前用过几个300块钱价位的蓝牙耳机 但是感觉很一般 没想到这个700块钱价位的蓝牙耳机刷新了我的认知 它帮我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就是这款声阔985江道仓 对于我这种耳机小白来说 它除了颜值在线之外 还有两个吸引力 第一个那就是Hi Fiver 一首普通不能再普通的歌 听了很多年听了无数遍 但是用这个985来听别有一番Hi Fiver 特别是层次感丰富的细节 以及高品质的低音一听就是好耳机 第二就是降噪 享受音乐的前提那就是安静的环境 985的降噪有异耳朵的区别 我举个例子吧 比如打开窗户外面大街上车水马路 但是戴上耳机之后 它这个低层硅胶会阻隔一部分噪音 然后随后几秒环境音变得越来越小 甚至旁边人的对话只能听见一点点 升扩985用的是国产芯片 BS2700是个新品 它的价格和效果和国际上的知名品牌是可以一战的 下面说说玩游戏的效果 我用的是索尼PS5游戏机做的测试 升扩985它是支持蓝牙5.3的 而且还有游戏模式可以降低延时 但是PS5它默认是不支持第三方蓝牙耳机的 所以呢我就用了一个蓝牙5.3的接收器 另外我还有一个外置的解码器 但是这个解码器只支持蓝牙5.1 我们做一个对比参照 我开始先用985接PS5 游戏的音效非常好 枪声爆炸声人声还有BGM就像看电影一样 沉浸效果也很好 在打游戏的时候老婆孩子如果吵架 你是真的听不见 再也不用装聋作哑了 下面说说打游戏的延时对比 PS5和外置的音频解码器用的是蓝牙5.1连接 理论延时是38毫秒 我能感觉到延时虽然可以用 但是用的不爽属于勉强凑合的那种 PS5和升扩985用的是蓝牙5.3连接 理论延时是20毫秒左右 看上去和38毫秒差距不大 但实际上延时感觉不明显 和有线连接音箱几乎一致 我们普通小白用户通常只看到蓝牙的版本 其实听歌重点还要看传输技术 比如升过985连接安卓手机的时候用的是LDAC 它可以传输接近无损的音质 升过985连接iPhone的时候用的是ACC 它传输量小但是音质很好 还有一种老的技术叫SBC 虽然老点但是强在兼容信号 升过985的具体参数我就不读了 它的续航和充电时间 看这张图 下面说说耳机的APP 它这款APP很有高级感 有苹果味儿 上面是左右耳机的剩余电量 右侧是充电仓剩余的电量 下面是降噪开关 可以选择降噪正常 还有通透模式 关于降噪还有多种模式 像通勤飞机火车地铁公交 还有手动模式还有环境监测 挺全的 下面还有防风噪生活音效 生活音效里面有很多种选择 有经典原声还有低音增强 还有低音减弱 如果这些音效都满足不了你 还可以自定义 它能通过一步一步的测试 生成适合你的ID曲线 另外在这个APP里 它还提供了一些白噪音 以及音疗体验营 这部分功能给需要的同学 总之这个小玩意很打动我 从里到外 从硬件到软件 透着科技感和高级感 如果说1500块钱的AirPods Pro 因为价格阻止了你体验降噪Hi-Fi耳机 那么这款700块钱的国产生扩985 可以帮你圆梦了 生扩是安克旗下的专业音频品牌 他们家的耳机在欧美日也是很受欢迎的 定位高端品质也很能打 国产品牌国产芯片很给力 最后友情提醒各位 平时在用耳机的时候音量少于60分贝 音量不超过最大的60% 另外连续使用耳机时间少于60分钟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